咱们今天说的这案子叫死去的妻子还活着 嘿 一听这标题啊 就充满着这么曲折离奇 到底怎么回事 咱们呢 先从一名解放军军人说起 这名军人叫罗开友 他的妻子呢 叫李培乡 俩人呢 都是同一个村子的 都是1964年出生 从上小学就在一个学校 这俩人那才叫弟弟道道的青梅竹马呢 俩人从小就熟啊 从小玩到大呀 感情啊很深厚 这罗开友呢 初中毕业之后就辍学了不上了 但是19岁的时候啊 应征入伍了 而李培乡呢 人家上了高中了 高中毕业之后 留在村子里边 就当了一名老师 俩人呢 从小就青梅竹马 长大之后 也感觉不错啊 互相之间呢 也有意思 这么着 双方家里呢 也就特别乐意 让他们俩定下婚事 罗开友 正式入伍之前 俩人就定了婚了 但是啊 罗开友进入部队之后 就赶上有一场战争 是哪场战争 大伙应该也都知道 对吧 得跟随队伍去前线 在此之前 罗开友 得了十天的假期 利用这个假期 俩人呢 就领了结婚证 这就算是正式的 合法夫妻了 领证之后 罗开友啊 因为不在家呀 当兵啊 这李培乡呢 也没住在婆家 毕竟婆家娘家 都在一个村子 互相之间也挺熟 这么着 李培乡 就一直住在自己父母家 罗开友到了部队之后 联系就很困难了 那个年代 也没有手机呀 那就靠写信呢 再加上 罗开友去了 前线了 信都不好写了呀 说俩人甭管感情再好 你要是常年累月 不见面不交流 那么这感情慢慢的 也就淡化了 那两年 俩人一个在前线打仗 一个在家里边交书 所以呀 他们的联系屈指可数 甚至可以说 基本上就没有联系了 两年之后 罗开友啊 得到部队的同意 回家探亲 本来呢 这心里边 盼着赶紧见自己的妻子 李培香 可是 刚一回到村子 就听到不少的流言蜚语 有的呀 跟他说 哎呦 开友 这话 哎呀 跟你说也不知道 合适不合适啊 但是呢 你这也算战斗英雄了 不能让你蒙古里 培香啊 跟他隔壁那单身汉 老是一相处 就几个钟头 好些个人都看见过 还有人说 开友啊 哎呀 这话 也不知道跟你说 合适不合适啊 不合适 你就别说呀 但是呢 他还得说 说培香啊 在深经半夜的 从别人家出来了 好些个人都看见了 罗开友呢 这两年本来 跟妻子李培香 也没什么联系 罗开友又是个 特别传统的人 他呢 一听 可就急了呀 加快脚步 三坐并两步 蹬蹬蹬 跑回家里 进家门 这么一看 李培香不在家 那赶紧的 去李培香家里边找去 到了李培香的家里 俩人这么一见面 罗开友和李培香啊 也没有这种 长久不见之后 来个拥抱啊 说两句情话 没有 立马拉着李培香 到旁边就问他 我路上可听谁谁谁说了 你跟谁谁谁 一处就几个钟头 我又听谁谁谁说了 你深惊半夜 又在谁谁谁家出来的 这话汤汤汤 这么一问 李培香急了呀 你听谁胡说八道的 啊 你对我一点信任也没有吗 俩人大吵一架 不欢而散 过了没几天 罗开友谊生气 我不在家了 我回部队 提前就回到了部队 而李培香呢 这时候啊 已经有点过意不去了 为了挽回 罗开友就跟到了部队 向他解释 但罗开友呢 还挺倔 他还是认为李培香 背叛我了 俩人呢 直接就办理了离婚手续 可是 这李培香回来之后 可没跟家里人说离婚的事 他怎么说的呢 说跟罗开友 已经合了好了 这么着 也不住在自己家里了 而是住进了 罗开友父母家 俩人从订婚以来 李培香可就没住过这 这是头一回 这还是在离婚之后 才住进来的 罗开友的父母也纳闷啊 原来 这培香不是 也不住家里吗 怎么去了一趟部队回来 突然住家来了呀 怎么回事啊 这小两口是不是 出什么事了呀 就给罗开友写了封信 问问怎么回事 过了这么几天 罗开友啊 就回信了 在信里 明确的跟父母解释 说我们俩 已经办理了 离婚了 这罗开友的父母 一看信 哦 都离婚了 离婚了 他来住这儿 算怎么回事啊 就跟李培香说 培香啊 我们给开友写信了 开友呢 也回信了 说你们俩 说你们俩呀 已经离了 你在住这儿 也不合适了 回头风言风语的 你呢 还是回你爸妈那边吧 可李培香 一百个不答应 就一直赖在罗开友家里边 就是不走 原本呢 罗开友的父母这两年 就对这前儿媳妇很不满了 因为这些风言风语 老两口不可能没听说过呀 这一下子一看李培香不走 更生气了 本来呢 两家人关系也不错 这一下子呀 就因为这些事 矛盾越来越深 经常吵作一团 甚至有时候啊 在外边就抄抄起来 这两家一吵 别的乡里乡亲的 也喜欢看热闹啊 看去呗 这一回呢 罗开友啊 又请假回来了 这跟上回回来 已经隔了挺长时间了呀 可回来之后这么一看 哎 怎么李培香还住自己家里呢 罗开友一着急 就又吵起来了 这回不光吵 还动起手了 罗开友 上过前线的军人呐 身体素质 那没得说呀 他要动了手 李培香 哪儿禁得住啊 这一回啊 李培香被打上住院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 这伤也差不多了 罗开友呢 又把李培香从医院 接了回来 可是啊 回来没多久 李培香就失踪了 罗开友呢 还不知情的 还在家里边 帮着收拾院子呢 突然门外边 吵吵嚷嚷的 可就闹起来了 外边的人呐 在那儿喊 罗开友 你把陪香放了 罗开友在院子里干活呢 纳闷啊 啊 不是 他不是已经回家了吗 我把他从医院接回来 我就送他父母家去了呀 他没在我这儿啊 开门之后啊 就跟外边人解释 外边呢 就是人李家人 可李家人不听他这一套啊 李家人一大波 这罗家人听说了 也来了一大波 这俩家族的人 这两大波子人 就在罗家门口吵了起来 甚至还发生了肢体冲突 这事啊 尽管是吵吵闹闹 但到底李陪香去哪儿了 谁也不知道 所以呢 就一直这么僵持着 可没过多久 出了大事了 怎么回事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之前呢 这罗家人跟李家人 就一直在那儿那么僵持着 没过多久 有一村民 在路过村口那小桥的时候 就发现桥底 底下 有一具女尸 李家人一看 这就是裴香 死的就是裴香 他就是让罗开友给害死了 很快这罗开友 就被当成嫌疑人 抓走了 同时被抓走的 还有罗开友的哥哥 和罗开友的父亲 但是审讯过程之中 罗家人一口咬定 死的是谁 我们不知道 李陪香去哪儿了 我们也不知道 所有的事都跟我们无关 但警方呢 也不信 信不信的 这罗开友已经是犯罪嫌疑人了 这事啊 得通报部队呀 部队知道这事之后 将罗开友就强制退伍了 后来法医呢 也经过了多次尸检 哎 就发现呢 死的很可能不是李陪香 因为这具女尸 根据尸检判断 年龄要比李陪香大 并且这具女尸 这死者 还生过孩子 可李陪香没胜过 这么着 罗开友和他的父亲哥哥 把杀李陪香的这事 他不成立呀 就被放出来了 罗开友虽然被放了 但是啊 甭管是谁都认为 尽管死的不是李陪香 但李陪香肯定 还是让罗开友害了 他就打算把李陪香找出来 邻居听说之后 大伙也嘀咕啊 哎 开友这是疯了吧 人都让他弄死了 他要去找个死人啊 之前警方已经认定了 那具女尸 死者 不是李陪香 但是李家人不认 就是李陪香 哪怕法医说了 那也不管用 我就信我的 我不信什么 科学鉴定 就把所谓的这个李陪香 就这死者 埋进了罗家人的家里 在罗家人的家里边 戳了一坟头 这么做 这更刺激罗开友了呀 罗开友更下定决心 我得找到李陪香 可是天下之大 去哪找去呀 一直到了1992年 罗开友啊 从隔壁村的一个人 口中得知 这个人呢 曾经看见李陪香 和一个男的一起路过 那男的是一毒眼 有一眼睛 废了 不管用 罗开友这么长时间 没线索 这回总算 是有线索了 有眉目了 管用不管用 反正找找试试呗 很惊喜呀 那就接下来查吧 通过打听 通过调查 附近村子 独眼的男人 只有两个 其中有一个 是李陪香的表哥 李坤华 罗开友就去找李坤华去了 那是软磨硬泡啊 没完没了啊 后来李坤华实在受不了了 告诉了罗开友一个事 陪香 在消失之前呢 跟罗中华 待在一起过 那这罗中华又是谁呢 罗中华 是一个人贩子 让大伙咬牙切齿 让大家唾弱 让大家唾弃的人贩子 那罗开友就找罗中华吧 但是啊 再这么一打听 找不着了 怎么呢 罗中华是人贩子呀 因为犯了事被抓了 还在监狱里边服刑呢 哎呦 罗开友的心情啊 瞬间 就无比的低落 这可怎么办 罗开友啊 思来想去 这李家人 有问题 他们呢 很可能知道 李培香去哪了 这是故意害我呢 但我直接找这老丈人李兴发 那肯定聊不上 那一见面就得朝起来 就让当年的梅人 去找李培香的父亲李兴发 可是最后啊 这李兴发把梅人也赶出来了 罗开友呢 就又找到了李培香的表妹 李培秀 但最后还是没有消息 这时间一年一年的 可就过去了 直到2010年 罗开友认识了一个人 叫姚良军 姚良军之前是个警察 因为犯事了 蹲到监狱 后来呢 表现挺好 提前被释放了 罗开友跟姚良军就商量着 你要得帮我个忙 这事啊 咱们应该怎么怎么办 姚良军呢 就伪装成调查组的工作人员 就去到李培香的家里 找李兴发 跟李兴发说了 老李 李培香 没有被害死 这事 你们肯定知道 我们警方也知道 你肯定知道李培香的下落 只要李培香能出来 作证当年的事情 你们家就能得到几十万的赔偿费呢 几十万 为什么不要呢 为什么这事还要僵持下去呢 你们和罗开友还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关系了呀 那正好给他一个清白 拿几十万的赔偿费 何乐而不为呢 李兴发一听 是这么个理啊 有道理啊 还就真说出了 有关李培香的线索 原来啊 这李兴发 李家人都知道李培香 没有被罗开友害死 当年李培香是假死 就是为了讹他们罗家 李培香假死之后 在亲戚的接应之下 辗转反侧的到了天津 在天津呢 就正式的定居了 就落下来了 就生活下来了 一直生活到现在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罗开友跟姚良军 可就报了警了 最终在警方的协助之下 找到了消失二十一年的李培香 这期间呢 为了找李培香 罗开友花费了无数的时间 无数的财力 还有无数的精力 他呢 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找到李培香了 详细这么一问 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 李培香 当时这一走 确实 李培香 确实李家人呢 大部分不知道 真以为李培香是被害了 但是后来 李培香重新跟家里取得联系 把前因后果汤汤汤 这么一说 李家人呢 也决定 既然这罗家不仁 别怪咱们不义 就不理这茬 就跟他闹到底 李家人明知道 李培香没死 一直隐瞒不报 那么 这造成了不可逆的后果 给罗开友极其家庭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有名誉上的 有财力上的 有时间上的 所以李家人呢 构成了包庇罪 而李培香的行为 导致罗家人 因此遭到监禁 犯下了诬告陷害罪 最终李培香 以及相关的责任人 也都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但不管是诬告陷害 还是包庇 这都不是什么 特别严重的罪行啊 罗开友 二十多年 所遭受的指责 二十多年 不清不白 背着杀人的罪名 二十多年 付出了无数的精力 付出了无数的金钱 这个损失 是无论如何 也弥补不了的了 今天呢 咱们来讲一个 国外挺有意思的案子啊 大家都知道 一般的绑匪啊 一般的这个罪犯 要想着什么敲诈呀 勒索呀 顶多是勒索普通老百姓 狠手有敢直接 勒索警察的 今天咱们说的这一个呀 就是敢勒索警察的 这么一狠人 这事呢 发生在德国柏林 1995年 二月份的一天上午 柏林呢 有一个百货公司 叫弗伦特维尔百货公司 这在当地呢 算是挺大的一个百货公司啊 这一天呢 有一个员工 就给总经理啊 送过来一个纸条 说纸条呢 是货架上发现的 上面写着 我是孤寒鸭 三天之内 把一百万美元准备好了 随时听候电话 寒鸭 这在欧洲比较常见的 一种鸟类啊 算是体型比较小的 一种鸭类 大家都知道的 著名作家卡夫卡 其实那个名字的意思 就是寒鸭 孤寒鸭顾名思义啊 就是说 我是一只孤独的寒鸭 百货公司呢 也没把这个当回事 他们就认为 这肯定啊 是哪个无聊的人 弄的一个恶作剧 可是到了第三天 还真有人打过来电话了 喂 我是孤寒鸭 钱准备好了吗 百货公司呢 就还是那个态度 总经理的答复啊 还挺幽默 哦 孤寒鸭先生 你好 我们公司 还没有开设此项业务 请你耐心等待吧 说完了 把电话就给挂了 原本呢 就感觉没事了 这无聊的人 打了无聊的电话啊 回绝了 他也就得了 可是一周之后的 一个傍晚 百货公司又接到了 孤寒鸭的电话 这回啊 他的语气恶狠狠的 我要送你们去见上帝 话音刚一落 一楼车库啊 咣当一声巨响 百货公司 十一层大楼 立刻就被几十米高的火焰 就给吞没了 车库呢 发生了惨烈的爆炸 这场爆炸 让百货公司损失达到了 二百三十万马克 给大伙再普及一下啊 这马克呢 是过去德国的货币单位 现在呢 都统一改用欧元了 在当年 反正差不多一马克 等于将近十块钱左右的人民币 二百三十万马克 也就相当于两千万左右的人民币 这孤寒鸭就因为这一件事情 一夜之间 可就成了德国家喻户晓的神秘人物了 为什么说他神秘啊 都知道他叫孤寒鸭 但到底他是谁啊 没人知道 过了又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 这个百货公司啊 终于修整好了 准备重新开业 重新开业的那一天 孤寒鸭又打过来电话了 喂 你好 我是孤寒鸭 哎呦 这回百货公司一听 总经理脑门子上的汗滑滑的可就掉下来了 这一回啊 这总经理可学乖了 答应在两天之内把一百万美元都准备齐了 当然了 总经理可没打算真给他准备这么多钱 而是让德国警方布下天罗地网 在全市所有主要街道的公用电话亭附近都设下了埋伏 电话总局呢 有一个自锁系统 就可以让警方在孤寒鸭拨通电话的一瞬间 就能够捕捉到孤寒鸭的准确方位 可是这孤寒鸭呀 太聪明了 他呢 出人意料的 潜入进了百货公司 他没用外边的公共电话打电话 而是用百货公司电梯间里面的内线电话 和总经理又通了电话 你这是用的内线呢 所以啊 电话总局的自锁系统也就发挥不了作用 可百货公司总经理呢 以为这孤寒鸭还是在外边打的呢 这总经理心里边就想 嘿老小子啊 你这给我打电话 警察早知道你在哪了 你等着被抓吧 你 所以这一回啊 这总经理心里特别有底气 说话也就很强硬 我告诉你 我们一个子也不会给你的 你等着瞧吧 你这只可恶的孤寒鸭 可是百货公司完全想错了呀 电话挂断 没几分钟的时间 公司的四个电梯间同时发生爆炸 四枚炸弹爆炸的时候 四部电梯分别处在不同的楼层 由于电梯通道它有烟囱效应 所以整栋大楼同时又着起了大火 这个时间呢 正好是客流高峰的上午 人员损失财产损失都远远超过了上一次 大火从上午十点一直烧到了下午四点 把一栋百货大楼啊 几乎就烧毁了 这总经理心疼啊 哎呀 刚修好的呀 哎呀 这刚开业呀 怎么就又炸了呢 如果说上一次是把百货公司给害苦了的话 那么这一次行动可是把德国的警方给彻底激怒了 柏林警方呢决定要跟孤寒鸭来一番终极较量 他们呢用电脑做出分析 把孤寒鸭呢就做了一个模拟画像 认为他是男性 其实不用分析啊 电话里边都能听出来是男的 年龄在36岁到45岁之间 个头比较高 体型比较瘦 性格比较孤僻 应该还是单身 在一家电子技术公司担任工程师精通电子及爆炸技术 这是当时警方勾勒出来的模拟画像 可是根据这模拟画像找去吧 找了半天你也找不着他 经过这次事件 这孤寒鸭呀 变得更加的胆大妄为了 这回呢 不敲大百货公司了 把矛头直指柏林警方 柏林警察局成了他此后唯一的勒索对象 这在德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哪怕在世界史上这种事情都不多呀 这是对执法机关的公然藐视 这是在向柏林警方下了战书啊 警方呢 集中警力 设下了种种埋伏 一次一次的想要击捕 孤寒鸭 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其中最大的一次行动 是在1995年12月下旬 柏林呢 下了好几天的大雪 柏林变得那是银庄宿果 柏林警察总局 这时候啊 收到了孤寒鸭的第六封勒索信 之前已经收过五封了 都没搭理他 也没找出他嘞 那么这封勒索信呢 让警方两天之内准备好两百万的美元 并且要警方接到电话之后 按照指定的时间 把钱送到指定的地点 还说了 你们要不这么干 你们就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柏林警方啊 对他最后这一句话 那是深信不疑 这是个狠人啊 他说让我们付出代价 那我们一定就会付出代价的呀 这一次啊 警方精心部署了一次 天衣无缝的补押行动 事先呢 他们在市区里面 最容易成为爆炸目标的各大百货公司里 都安插了大量的便衣警察 在出入口也设置了金属探测器 和摄像监视系统 对进出各大百货公司停车场的所有车辆 也都进行了严格检查 这一回总算能万无一失了吧 这一次行动 调集了几乎全柏林 各个分局所有能够动用的警力 警方认为这一回一定能够生情孤寒压 为此呢 他们还特意请电视台的记者 到现场进行录像啊 可是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怎么这孤寒压还不打电话来呢 啊 难道他害怕了 12月25号这一天 大家都知道这是圣诞节呀 警方在这天傍晚 终于接到了孤寒压的电话 你们请注意 这是勒索者的讲话 我是孤寒压 今天晚上零点整 把钱放到西郊公墓 244号墓碑下面 你们只许一个人去送钱 说完了 啪唧 就把电话挂了 这个通话呀 只有短短十秒钟 电话总局迅速就把这个电话给锁定住了 但是他们又发现这次不对劲啊 这不是公用电话打出来的呀 被锁住的这个号码 是警方的一部无线电话 显然这孤寒压还真是有着强大的技术能力啊 他很可能是自制了一个频率可调的无线电话 所以他能够随意的窃用警线的号码 这一手是警方始料未及的 并且警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了 这个无线电信号啊 出现的时间很短暂 哪怕你有在先进的侧向仪器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面调整频率 测出信号源的精确位置 更何况警方判断 孤寒压打电话的时候 很可能是坐在车里的 所以呀 你锁定了他在这个位置 下一秒钟就不定开到哪个位置去了 警方最终只能把注意力 全部转向了孤寒压说的西郊公墓 那么这西郊公墓啊 距离市区13公里 面积呢 差不多是1.5平方公里 警方在墓地两侧一公里之外 埋伏了400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 那么钱预备了吗 也预备了 不过呀 这个钱箱子里边装的不是钱 装的是一部大功率的无线电监听器 只要警方从接收器里 接收到了任何动静 那么就可以调动两边的警力 把墓地周围全部封锁包围 通往市区的道路也同时会被封锁 也就是说 孤寒压只要来了 这一回你是南逃阀王 这回真能抓住这孤寒压吗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只要这回你孤寒压来 你是肯定跑不了 圣诞夜零点的钟声 咚咚就敲响了 一名经过挑选的非常干练的少尉警官 把手提箱就放到了244号墓碑下面 转身沿着原路就退回来了 开着车就离开墓地了 说白了 这个警官呢 此时此刻就是一个演员啊 那就得演出来该配合你演出的 我视而不见的样子啊 尽管现场有400多警察 但是这一天 墓地显得是那么的寂静 可是柏林警察总局的通讯指挥中心 大家都是心里边打鼓啊 极其的紧张 指挥官们呢 大气不敢出啊 仔细的听着从接收机里面传出来的任何声音 可是直到天色大亮 他们什么也没听见 此时此刻 精疲力尽的警方 这才明白过来 合着这孤寒鸭又把咱玩了呗 人根本就没打算来啊 孤寒鸭就那么一句话啊 随嘴那么一说啊 让我们柏林警方 这么多的警察在大雪地里边连动待饿的 过了一个圣诞夜啊 有没有天理了呀 讲不讲道义呀 不过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次失败心理上也能接受 为什么呀 前前后后 警方对孤寒鸭一共实施了29次击步行动 除了这一回失败了 剩下那28回也全都失败了 先后两年的时间里 孤寒鸭是越来越猖狂 先后制造了四起爆炸 损失达到了900万马克 所以啊 那一段时间 你别跟柏林的警方提孤寒鸭 一提到这仨字啊 这警方恨的那是咬牙切齿啊 可是呢 你还拿人家没办法 不过我们说回来 纵使千算万算 你必然会有失算的时候 常在河边走 他没有不掉鞋的 孤寒鸭最终还是走到了犯罪生涯的尽头了 1997年2月26号 孤寒鸭呢 故技重施 又想着采取一次狡猾的勒索行动 这一回啊 也是出乎警方的意料 他呢 在行动前三天 打电话通知警方 喂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这时候警方都不用问他是谁了 一听声音就知道 孤寒鸭呀 说吧 这回要多少钱呢 孤寒鸭呢 就跟警方把要求说了 反正你们呢 把钱都准备好了 具体在哪交接呢 等我电话通知吧 在2月26号晚上11点 孤寒鸭又打来电话通知警方 咱们交钱的地点呢 就定在 贝尔脑镇公路铁路的交叉口那 时间呢 定在凌晨2点吧 那么他说的这个地点呢 距离柏林市区 有30公里 警方就分析 这公路啊 左右 他有两个方向 那么他一定是来自公路的 两个方向之一 反正不是从那头来 就是从这头来 这不废话吗 但是没办法 警方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分析了 他不可能是坐火车来 因为最后一班火车 经过路口的时间 是晚上10点50 而第二天 首班车经过路口的时间 是早上7点15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万一他要是提前坐火车 在这下来了 在哪猫着呢 咱还是预备人吧 所以啊 也调派了大量的便衣警察 到柏林火车站和贝尔脑车站啊 去那守着去 同时呢 在这个交叉路口 南北两个方向的公路两侧 也都设下了埋伏 这一切都准备好之后 警方又分析 这个交钱的地点 时间 对于他来说都不是很理想啊 按照他的狡猾本性 他应该不会来自投罗网的 根据之前那29次上当的教训 警方认为 孤寒牙最有可能 在交钱的时间到来的时候 突然打电话 临时更改交钱地点 让警方来不及调动警力 为此呢 警方以这个路口为中心 在方圆几十公里的所有路口都设下了埋伏 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举动 借用了军方三辆装有大功率高灵敏度 测向仪器的测向车 在距离贝尔脑几十公里外的三个方向上 以贝尔脑为中心 对这个区域进行大范围的无线电信号搜索 也就是说 只要孤寒牙 用了他的无线电话 哪怕信号就出现一秒钟 那么这三辆车形成的这种三点定位 就能迅速的把信号源锁定 并且在地图上找到他的精确位置 凌晨两点整的时候 这个交叉路口啊 那是死一样的寂静啊 也是深经半夜的 谁没事来这啊 这时候啊 一辆轿车在铁路边上就停下了 一个警察拎着前下了车 周围半个人影也没有 没错 这位警察同样啊 也是配合演出的演员 这时候呢 突然从远处就传来了那么一些呃 嘶里擦拉的响声 这警察呀 借着汽车车灯的灯光 往这铁路口那么一看 差点把下巴都惊掉了呀 就见一个黑色的东西 骑在那铁路单轨上 飞快的往铁道口就过来了 在他面前 嘶啷一下就停下了 这是什么东西呢 一辆无线电的遥控小汽车 这个车呀 只有一个普通鞋盒子那么大 底下呢 有俩娇皮轮子 这个小车里边 放着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把钱放进小车里 你如果想搬动小车 就让你和他一起去见上帝 这摆明了 这小车底下肯定是有炸弹的 警察那怎么办呢 配合吧 小心翼翼的把钱装到小车那 然后眼睁睁的看着这小车 又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这小车走了 这警察呀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心理啊 都愣在那了 这时候 那三辆侧向车 已经迅速的准确的测出了孤寒压 操纵小车的发射机 发出来的脉冲信号源的所在位置 也就是说 这个位置很有可能 就是孤寒压所在的位置 可是此时 警方意识到 马上他们可能又得扑空 为什么呀 因为在公路西侧三百米之外 有一条二十多米宽的河 跟这公路啊 是平行着 往北延伸的 正好把警方的埋伏 跟孤寒压的位置 给隔开了 你要想着 过河去 抓他去 你得绕好远的路 才能过去 四月的柏林呐 晚上还挺冷的呢 警察们也穿着 那冬装呢 很笨重 你不太可能 从河里边 直接就游过去 追上他 哎呀 总之 这孤寒压 很有可能 会再次逃脱 就在指挥官们 急得都不行的时候啊 恨不得一把一把 揪头发的时候 无限电波 从侧向椅里边消失了 这分明是孤寒压 已经拿着钱了呀 人开始 卷摊子走了呀 可是啊 事实正好相反 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小车呀 出故障了 在铁路上跑着跑着 啪唧一下翻了车了 警察们呢 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啊 顺着那方向 往前走走看看吧 看能不能找着他吧 往前走着走着 还真发现在铁路边上 有一个人 这个人呢 蹲在一个遥控车前边 旁若无人的呀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呢 就开始查找 这辆小车出事故的原因 一点要逃跑的意思都没有 警察们当时看见都愣了 嗯 这个人 在修车 这车是孤寒压的 那这个人就应该是孤寒压吧 那就去抓他吧 不过转念一想 不对呀 他要是孤寒压 我们都过来了 他能这么冷静 他还不跑 就是个路人吧 他看这小车好玩吧 这是 其实啊 这还真是孤寒压 不过呢 他的职业习惯 让他忘记了当时的处境 还特别正经 特别严肃 非常冷静的 跟周围的警察说呢 翻车的原因 我找到了 车速过快 在经过这的时候 你们看 这个铁轨这 突出来了一个倒钉 所以他在经过这个倒钉的时候 产生了一个非常强的 向左侧的推力 于是他就翻车了 他这解释完了 警察也确定了 这就是孤寒压了 行了 甭等了 抓他吧 孤寒压终于落网了 那么孤寒压的真名叫什么呢 叫冯克布格尔 44岁 是波法林斯特电气工程公司的 电子技师 确实人家有技术 冯克后来啊 对自己的落网呢 还挺不服气 他跟柏林时任警察局长 齐恩瓦尔德说了 我完全有时间跑掉 但是我不愿意放过 每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的车坏了 我必须要知道 他为什么坏 我才能继续跑 人家这话说的啊 一点毛病没有 因为警察在抓住他的时候 在铁路边不远处 就有一辆两轮的越野摩托车 也就是说孤寒压 要不是在那啊 非要搞明白 他这遥控车为什么坏 骑上那两轮越野摩托车 人要撒压子就跑 警察根本找不着 所以这一回啊 冯鹤很真诚的啊 就跟警察局长说 这么着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回是我自投罗网 根本不是你们的功劳吗 你要是不信的话 这回把我放了 我一定让你们这辈子也抓不到我 这时候局长啊 看着他一乐 是 你说对了 你说的很对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呢 得先把你送上法庭 哼 煮熟的鸭子 可不能让你再飞了呀 行了 这个挺有意思的案子啊 就为大伙 讲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前些天老崔上网的时候 看见有人在争论一个话题 说人之初性本善 还是说人之初性本恶 站在善这一边的人认为呢 每个人的出生的时候 都是天真单纯善良的 不然怎么会有小孩子不会骗人这句话呢 当然了 站在恶那一边的人呢 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 他们觉得 如果人性本恶 那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低龄犯罪的事情呢 如果人性本恶 那十六七岁的未成年人犯罪 你可以说是沾染了社会气息 被教坏了 但现在十一二岁就犯的那些小孩 又怎么来解释呢 所以啊 还是人性本恶 其实呢 老崔觉得啊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或者是想一想自己身边的那些孩子 你自己的小孩也行 亲戚朋友家的小孩也行 大家观察一下 是不是有一部分孩子 是乖巧听话又懂事的呢 但也有一部分 是那种成天惹是生非 不思进取 还会到处欺负人的小魂球 既然两种类型的孩子都有 那又怎么能简单粗暴的 把他们都给归为某一类呢 要老崔说啊 除开了个别那种 什么反社会人格啦 或者是先天基因有问题呀 无法分辨善恶的一部分人 其余正常孩子的好坏 跟家长的教育有很大关系的 不信你们就去观察去 有很大的一部分熊孩子 都是因为有一对熊家长 才被教育成这样的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案子 也是这样的 当然了 很可能这个案子中的家长 算不上熊 他们就是念爱孩子了一些 过于不管事了一些 但因为本案这个主角 干的事情过于恶劣 请原谅老崔 把这对家长 划到了熊家长那一列去了 本案的初始时间 是在2004年 为什么说是初始时间呢 咱们一会儿再说 2004年7月的一天 家住黑龙江省通河县的名方 正骑着自行车 准备去给自己的舅舅送东西 那天呢天气还不错 虽然正值盛夏 但天空中的云层很厚 阳光穿不下来 所以地面的温度并不燥热 空中也有徐徐凉风吹过 明方骑在车上 觉得很是舒适 然而当他骑着车 来到一片玉米地附近时 突然一个男人 从地里就窜了出来 拦在了明方的面前 明方看见有人就吓了一大跳 赶紧捏住刹车 让自行车停下来 天哪你没事吧 明方担心地看着 眼前这个冒失的男人 这个时候他才看清楚 眼前这个人 要说是个男人也不准确 他其实是个年仅13岁的少年 只不过发育得比较好 长得是人高马大的 乍一看 确实像个成年男子 明方看清眼前人是谁 后就松了一口气 他是认识这个少年的 这个人名叫赵丽宝 他和明方是同龄人 两人都住在同一个村子里 平时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虽然说算不上朋友吧 但在彼此面前呢 也算是个脸熟了 明方伸出手 冲着赵丽宝的方向挥了挥 你干嘛呢赵丽宝 让一让啊 别挡我的路 我还有正经事呢 明方说了以后 赵丽宝的确是挪了位置 但没有像明方期待的那样让开 赵丽宝居然静止地向他走了过来 这个时候明方才注意到 赵丽宝的眼神 一直是不怀好意地盯着他的 但明方还没有来得及细想 赵丽宝就已经走到了他的跟前 一把抓住明方的胳膊 将他连拖带拽地 从自行车上给拖了下来 明方慌了 他根本就猜不到赵丽宝想要干什么 于是一边挣扎 一边焦虑地询问这个 正在拖拽自己的人 你干嘛呀赵丽宝 你拖我干什么呀 我们两个无怨无仇的 你在这儿我就去找你爸妈了啊 赵丽宝抽出了一只手 往明方的脸上重重地就打了一巴掌 还想威胁我 我告诉你啊 你他妈的现在给我乖乖闭嘴 我等会儿呢 对你就温柔点 要是再他妈嚷嚷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说话间 明方就被赵丽宝给拖进了玉米地 接着他把明方往地上一甩 整个人就着急忙慌地 压在了明方身上 明方一开始并没有放弃挣扎 他一边大声地呼喊 一边用脚胡乱地往赵丽宝身上踹着 赵丽宝被踹疼了 下手的力道也就狠了一些 他先是抬手 啪啪甩了明方两巴掌 接着一边扯他的衣服 一边往他肚子上挥拳 明方吃痛呼叫声就更大了 结果赵丽宝恶狠狠地掐着他的脖子 再他妈给我喊一句 我现在就掐死你 这里没有人啊 你死在这儿没人知道是我干的 我告诉你啊 要想活命就他妈给我闭嘴 明方有些害怕 他怯生生地看着赵丽宝 也不敢说话 赵丽宝看他安静了下来 冲他邪魅一笑 这才乖嘛 接下来 明方度过了一段 令他恶心难忘的时光 可能有些听友已经猜到了 没错 赵丽宝强奸了明方 赵丽宝完事之后一边穿裤子 一边威胁着明方 挺好了啊 今天这事情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要是你敢说出去 我会去找你的 我不仅要找你 我还会杀掉你全家 别不把我说的话当回事啊 我赵丽宝可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赵丽宝说完就拍拍屁股转身离开了 留下了可怜的明方 独自一个人坐在玉米地里哭 明方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她的父母很早之前就离了婚 后来母亲又带着她 改嫁给了现在的继父 虽然继父对明方不赖 但说到底 明方家的经济条件不好 无奈之下 明方只好辍学回家了 承担起了家中的一部分农活 明方被赵丽宝欺负以后 坐在原地冷静了一段时间 在明方的心里 女孩子贞洁是高过一切的 她也没有接触过什么正规的法律教育 所以根本就不知道 赵丽宝对她做的这些事情是犯法的 当时明方脑子里想的 是自己的贞洁丢了 以后肯定是没人愿意要她了 明方迫切地想要做些什么 来为自己讨个公道 但又不敢直接去找赵丽宝 想来想去的 最终还是打算把这件事情给瞒下来 明方下定决心将这件事情 吞进肚子里以后 她慢慢起身 整理好自己的衣服 从玉米地里走出来 跨上自行车 往舅舅家的方向骑了过去 到了舅舅家 明方虽然尽量地表现出 无事发生 一切都好的模样 但舅舅还是察觉到了 外甥女今天有些不对劲 在舅舅和舅妈的一再询问下 明方终于是绷不住了 哭了出来 说到底 她只是个14岁的少女啊 遇到这种事情 她怎么可能不心慌不害怕 看见舅舅跟舅妈这么关心自己 明方最终 还是将自己被赵丽宝欺负的事情 说了出来 上集咱们说到 明方在舅舅和舅妈的追问下 终于向他们吐露了实情 舅舅得知明方被赵丽宝欺负以后 气得不行 她原本是想立刻去找赵丽宝家理论的 但是又突然想到 如果自己贸然前去了 恐怕不利于明方的名声啊 所以一时之间也就拿不定主意了 只好是给明方的母亲打了个电话 让她来决定现在该怎么做 明方的母亲宋慧莉接到电话以后相当的惊讶 她立刻放下手中的全部事情 马不停脸的往自己哥哥家赶去 很快宋慧莉就看见了泪眼婆娑 十分无助的女儿 她看见女儿这副模样是心疼得不行 当她从女儿口中听完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就更是火锅三丈了 甚至想要立刻去教育一番赵丽宝这个小混蛋 但最终理智还是战胜了冲动 宋慧莉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做 她思索了片刻 决定去派出所寻求警方的帮助 警方的办事效率极高 他们了解完情况以后 当天晚上就拘留了赵丽宝 赵丽宝这个小混蛋 似乎完全没有想要隐瞒这件事情的意思 警察随便问了她几句 她就认罪了 赵丽宝本来是不太在乎这些事的 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个未成年 即使是犯了罪也不会被判刑 所以态度上就比较蛮横 但她的父母呢 担心事情闹大 自己面子上过不去 所以就打算找明方的母亲商量 准备私了这件事情 但明方的母亲宋慧莉 她不答应 她觉得自己女儿被欺负了 就得有个公正的评判 赵丽宝必须得得到应有的惩罚 现在私了 脱罪的是赵丽宝 明方怎么办呀 以后村子里人说闲话了 她找谁说理去呀 赵丽宝一家人也没想到 明方母亲的态度会是这么强硬 当初赵丽宝找上明方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觉得她好欺负 咱们上一集就说过了 明方和她的母亲是外乡人 几年前明方的亲生父母离了婚 之后她就一直由母亲独自抚养 那个时候 大多数的单亲妈妈 一个人养孩子还是比较困难的 宋慧丽也是这样 就在她渐渐的承受不起抚养孩子的压力时 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位单身男士 这人就是于成义 也就是明方现任的继父 于成义这个人 虽然人品还可以 但是因为家里比较穷 就一直没有讨到媳妇 所以遇到宋慧丽以后呢 她也没有介意宋慧丽离过婚 还带着个孩子的身份 两个人就这么的组建了家庭 赵丽宝觉得明方这个家庭情况 肯定受了欺负以后 没人替她出头的 所以才敢对她这么放肆 谁能想到 明方家虽然是贫穷 却是如此的有骨气 而赵丽宝这边的情况 跟明方家是完全反过来的 她是家中的独子 人如其名 她出生的时候 一家人都很开心 所以就特地在她名字里面 给她取了个宝字 意思就是 这是他们老赵家的宝贝 赵丽宝从小是备受呵护 他被家人宠的 那叫一个无法无天呀 路还没走稳呢 他就恨不得上方去接瓦了 大概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吧 赵丽宝被养成了一个 很执拗的性格 有点唯我独尊的意思了 在家谁要是不听他的 那都得倒霉 他必定会闹出什么大事 来个应你 这种性格在家里就算了 你自己家人愿意宠着你 别人那也说不了什么 但是上学以后 赵丽宝依旧用这套 去对付自己的同学 那麻烦可就大了 毕竟这个世界上 又不是人人接你妈 必须得宠着你 很快 赵丽宝就因为在学校里 闹事太多 被劝退了 不过在赵丽宝看来 他可不是被劝退的 他是自己不想读了 才放弃学习的 反正是不管怎么说吧 赵丽宝在13岁那年的年初 也就是犯案这年 他就没有再继续上学了 不过 虽说赵丽宝才13岁 可能是因为家里比较溺爱他 给他营养方面的补充 都是比较好的 所以他13岁的时候 体重就已经达到了130多斤 身高也窜到了1米7 如果不是脸上还稍显稚嫩 单从身形上看 赵丽宝跟一般的成年男子 已经是相差无几了 赵丽宝休学以后 也没有地方可去 那就成天在街上闲逛了 后来又认识了一些附近的地痞流氓 从这以后 赵丽宝给家里惹事的情况 是与日矩增 基本上是三天一小事 五天一大事 他家里人也习惯了 他这种惹事生非的性子 赵丽宝在这群人的带领下 逐渐地开始接触了一些 黄色书籍和录像带 他在看过了这些东西以后 对女性的身体 就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好奇 并开始渴望着 可以自己亲身去体验一把 这种男欢女爱之事 这种想法一出现 赵丽宝的心就再也安静不下来了 他每天都在村子里面 观看来来去去的人群 物色着那个最佳对象 明方就这么的闯入了赵丽宝的视线 虽然赵丽宝犯案以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警方也多方搜证 认定了他有罪 但因为赵丽宝当时还未满14岁 没到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 所以警方拿他也是没有办法的 只能是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以后 将他放回了家 之前赵丽宝被警方带走的时候 他们村里好些人都看到了 等到赵丽宝回家的时候 他干的那些事在村子里面已经传得是沸沸扬扬了 赵丽宝的父母担心自己和儿子的名誉扫地 于是就开始散播谣言 说他家赵丽宝没犯事 他和明方是在谈恋爱呢 两个孩子闹矛盾 明方一着急就报了警了 什么事都没有 很快这话就传到了明方母亲的耳朵里 他可受不了赵丽宝家这么糊弄人 特别是看见明方每天精神恍惚 担惊受怕的模样 明方母亲心里就更受不了了 于是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两个月后 宋惠丽一纸诉状 将赵丽宝告上了法庭 案件经过审理 法院很快做出判决 法院认为 虽然赵丽宝犯案时 没有达到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年纪 但他也必须为他犯下的过错 承担相应的惩罚 法院判处赵丽宝 需赔偿明方的医疗费 精神损失费等 共计九千零二十一元的各项费用 这个判决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很轻了 因为赵丽宝的年龄问题 法院根本就没有判处他任何罪行 只是让他赔点钱 但他和他的父母表面上说是接受了 其实心里是有了怨气的 有怨气的最大原因就是 当时警察已经把赵丽宝给放了 如果不是明方他妈不依不饶 去法院告赵丽宝 他们家孩子根本就不会被罚这么多钱 赵丽宝接到了这份判决书之后 居然还大言不惭地对他父母说 凭什么要我赔钱呢 我是未成年人 我犯了法 又不会被判刑的 肯定是明方他妈那个婊子搞的鬼 赵丽宝就这么的恨上了明方的母亲 2005年9月26号的晚上 赵丽宝趁着大家都睡熟之际 拿着一把水果刀悄悄潜入了明方家里 那天明方的继父不在家 所以娘俩就睡到了一起 半夜宋惠丽突然从一阵剧痛中惊醒过来 醒来才发现赵丽宝正抓着把水果刀往自己身上刺着 宋惠丽疼得是嗷嗷大叫 把一旁熟睡中的明方也给吵醒了 明方看见眼前的状况后 被吓得瑟瑟发抖 他一句话都不敢说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刺死在自己面前 也不知道当时的赵丽宝在想些什么 或许他是想恐吓明方 又或许他根本就没有发现明方已经是醒了 总之他在杀害了宋惠丽后 并没有再对明方下手 明方一直等到赵丽宝离开了一段时间以后 才敢起身跑出去向父亲村民求救 然而等到医护人员赶到时 明方的母亲已经是失去了生命体征 案发三天后 警方终于是抓到了犯下杀人罪的赵丽宝 这一次赵丽宝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突然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 他杀人之后居然没敢回家 而是跑到了一个旅馆中躲了起来 大概这一次 他也知道自己是南逃法网了 不过这一次 赵丽宝受到的处罚依然是很轻的 依旧是因为未成年人的原因 他只被判了一年龄六个月的劳教 虽然现在咱们国家未成年人相关的法律 做出了调整 但现在再来看之前发生的案子 还是很难受的 如果赵丽宝的父母没有那么宠溺他 在他很小的时候 犯下第一件错事的时候 就开始教育他 让他明是非 讲理数 在他休学以后 对他多一些约束 让他不要成天跟那些社会混子搅在一起 并且给予他一些正常的性教育 而不是让他从黄色书籍 影像上去学习那些不知道是对是错的知识 这个事情 也不至于闹到现在这个地步了 还是得加强法治宣传 不仅孩子要学习法律知识 家长更要学